數車的民眾全看傻了眼 因為這個景象實在太誇張 地上的箭頭指示明明就是單行道 怎麼所有汽車一輛接著一輛 通通違規逆向行駛 大大的禁止通行告示牌 但是車輛仿佛沒看見 就連軍車也一樣加速前進 這是位在桃園巴德 長安街與和平路口 原來這裡之前是雙向道路 因為路行問題常常發生車輛 真道的擦撞車禍 18號改為西往東的單向道 許多駕駛來不及適應 所以才發生逆向誤闖情形 不過附近民眾抱怨 大家都已經習慣這裡是雙向道路 臨時改成單向道 也沒有交通宣導期 讓人措手不及 他來畫改標線 我們才知道什麼要改單行道 那你也不能怪說 他直接傳進來的人 大家習慣 對啊 他平時都是這樣子走 像這樣子 你其實應該要設一個很明顯的路標 還是像現在 像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有警察在這邊撫會 那現在就沒問題 對此桃園交通局表示 有發現用路人的習慣意識之間 無法改變 將會增加三面資訊告示牌 提供駕駛作為參考 警方也會加派人力做交通疏導 避免集體逆向奇景 再次發生 華新聞無權員 楊仁敦 陳欣慈 桃園報導 哈囉 我是蔣欣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